这是岳王勾剑最狠毒的计策 为了复仇 他要把一万弹争主过的稻谷送到吴国 这些稻谷各个精心挑选 颗粒饱满 到了吴国一定会被当作种子种下去 可再怎么精心试弄 争主过的稻种也不可能发芽 粮食一段便是从根本上 掐灭吴国争霸天下的可能 这条计策中最重要的是保守秘密 不可泄露秘密 可勾剑不知道 来自吴国的间谍就在他身边 自己最宠爱的岳秀 已经将道种的消息全都传回吴国 不仅如此 就连勾剑训练士兵的秘密基地 也被吴国细作发现 如果不是机缘凑桥 就是岳秀夫人也难以得知 岳国这样一个天大的阴谋 大王天意不可轻视 自己万分信任的勾剑 竟然有这么大的狼子野心 时刻都在准备复仇 夫差暴怒不已 当场点兵两万 要亲自到岳国会一会勾剑 这么多年来 向国吴子叙对勾剑的监视始终没停 现在终于找到了证据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置勾剑于死地 一行人急匆匆赶到岳国 要来个突击检查 找出被动过手脚的道种 勾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些道股看上去磕磕 磕磕子力饱满 你穿上装的可都是这些不同寻常的道股 大人越说我怎么越糊涂了 这道股子力饱满些反而不好了吗 吴子叙口口声声 表示已经看穿勾剑的全部把戏 这些道种绝对是被争熟无法发芽的 勾剑则发挥影帝级别演技 坚决不承认有这事 他对吴王可是忠心耿耿 比孝子还孝子 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道股被拿去检验 接下来便是传说中勾剑秘密练兵的山谷 夫差来到此地一看 哪里是练兵明明是乡亲 无数越国男女欢快地聚在一起 再歌再舞 完全没有什么杀伤力 这就是勾剑常来的地方 越国才成年的青年男女们 每逢春秋两季 都要在这举行秘密欢会 以庆祝他们长大成人 吴子旭不可置信 难道戏作们所看到的都是假的吗 可就算他出其不备下令搜山 一寸一寸的查验 也没能找到大军的藏身之处 此时盗谷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丙大王盗谷出牙了 一切现象都证明 勾剑根本没有要谋反的意思 是吴子旭一次又一次的不放过勾剑 此事若是传出去 简直丢尽了夫差的脸 相公 你与勾剑的恩怨 该了结了吧